嗨,欢迎回到铁大超人俱乐部 今天访问到的是我们演出事务部的开心果 王珈乐,珈乐 耶,大家好,我是珈乐,珈乐福的珈乐 耶,很好,完全就是自己的开场白 那刚才其实跟珈乐聊到他之前 在进到剧团工作之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很多的事情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珈乐一些 在进到剧团之前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 那你是什么样因缘忌讳后来跑去表演学堂上课 我觉得从小我就觉得表演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在做表演 可是我后来从大小时那边就是学到 原来表演这件事情它就是很生活化的 就是你可以随时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小表演 那我觉得这样很棒是因为 你身边的人就会因为这样觉得很开心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去哪边学这个东西 然后一开始都会以为说要去什么经纪公司啊 然后或是说去 专门在教戏剧啊 教什么对,然后都以为是要去学戏 结果后来就因缘忌讳 那个那一阵子只有表演学堂有开课 有开戏剧课 有开戏剧课 这个缘分真的是缘分 真的,就是屏幕也 很多有剧团 相好都没有开课 刚好没有开课 没有在那个时间开课 就只有我们绿网友 对,然后我就 就不多说直接报名这样 所以原点是看报纸 还是看在网路上去查 网路上 查到这个资料这样子 对啊 然后马上报名 然后马上就把我的架都桥好了 就是,对 然后那个时候很开心 我就是 因为是那个时候在台中教课 所以台中台北两边跑 对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那一期就是非常幸运 就是无捨得 人间条件 那从我们那一班 对,上一班 对,开始就是会找说 群系的部分啊 群系的部分 就找表演学堂的学生 一起来玩 一起来演 对 然后我就很幸运的 就有这个机会 欸,学校了 那你觉得 因为之前从事的是比较多 肢体上 舞蹈的东西 那后来到表演学堂之后 因为表演学堂 他初阶班 可能刚开始是教比较多 是解释的 体验的 那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差太多了啦 差太多 差很大部分 差非常大 对啊 因为一开始 表演学堂里面 老师有给我们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 模仿动物啊 甚至还给我们功课 像是 那个椅子 就是 就是家具 想象力的一个练习 对 我觉得这个很棒 差很多 而且你好不受限 对,就是你可以 你今天想用声音 你想用肢体 想用表情 然后想用空间 来做 就是老师其实很会引导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跟我们平常是 你不会想说要这样子做 对 所以他老师就是跟我们讲说 有很多方式 很多方式可以表演 然后他主要在初阶段的时候 打开大家的感官 对 因为你平常只会 看到你要 往前的路 可是你会没有看 你真的会看不到旁边的东西 对,那他就是希望说 欸,其实 人可以很忙的 你知道吗? 你走一条路也是非常忙的 因为你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 老师会突然问说 你知道他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你现在不准看 然后我们就 他好像戴紫色的耳环 观察液的训练 其实就在其中了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这训练起来 就是你在生活上 也很好 会很好运用 这样子 对自己有很大的忙作 嗯 所以那个时候 刚好又接触到 戏剧上的东西 对 那我记得就是在跟佳乐 在聊说 有没有兴趣到剧场来工作的时候 你那时候 因为你看你已经教了十年的一个舞蹈 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面 工作十年 其实已经算蛮长的一个工作时间 嗯 那在那个时候 那在那个时间点 刚好有这个机会 在跟你讨论到说 欸 转换跑道的时候 你那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想要说转换跑道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自己去尝试 我觉得这 我其实自己很拉扯 嗯 因为我曾经跟我自己说过 我觉得交跳舞就是我的天职 哦 那个时候当时已经有人觉得 这辈子就是要 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 我这个人就适合交跳舞 我不管有多少人适合 可是我就是非常适合 做这件事情 对不管 因为我喜欢跳舞 我又喜欢指挥别人 嗯 而且还 就是下口令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开心了这样子 嗯 然后我又喜欢讲笑话 然后上课很开心 我就是很开心啊 对 可是真的就是 我觉得只有这样 不够 就是我 蛮贪心的 就觉得应该可以再更好 那就是 要给自己 因为阶段性 你一次只能 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对 那如果我想要 来剧场 到进来剧场这边 想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那真的要 取舍 把线口的肉给切掉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下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决心 嗯 对 所以一开始 其实其实非常 我真的真的 各位朋友 歌行真的是如隔山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记得 刚开始找佳乐来 来的时候 一开始 呃 是先从排练柱里开始 排柱对 还记得那个是演讲戏嘛 白蛇 白蛇传对不对 四月份开始排戏 对那时候看到子风车剧团的一个年度大戏 白蛇传 那那个戏其实 呃 需要蛮多的人力 嗯 嗯 那它是一个花灯的藕具 很特别的一个戏 没错 很壮观 对那时候佳乐 所以刚好就是那个时间点 然后 诶 来当排练助理的部分开始 对 那其实 当排练助理 从你那个时候 那时候的工作经验来讲 跟你之前在做教课 其实是 完全是两件事情 这是两个马子 两个不同的马子 我的老天爷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有跟怡龙哥 然后 啊 又那个时候有跟铁蛋哥哥 然后还有集团里面的人 就是一开始先来开 跟我讲说排练助做什么做什么 对对对对 之前训练 对 之前对 有些事先先告知 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 会说 我是一团乱 一团混乱 然后他们都会补充说 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就不想要到时候才知道 所有 各位朋友很多事情 都会希望说先准备它 可是 事事难以预料 事事难以预料 我真的 只有跳舞最好 真的 因为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惊艳 对 因为我在那个环境久了 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随时都可以赢 对对对 那因为我在这个场域 真的是 真的是新手啦 对 然后真的是 他讲什么 他那个 我连那个黑胶地板 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基本上都搞不清楚 对 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就很吃力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可是 我很高兴我当牌柱 因为我觉得当牌柱是 最快可以学东西的一个角色 这样子 从最基本的开始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刚好跟佳乐 在那个系开始有一个工作上的接触 我觉得 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女孩子 就是 其实我们知道 排练助影是 什么事都要做 他完全是一个打杂工 就是你什么 道具要去处理 然后导演在旁边 他需要个剧本 他需要什么东西 就是你什么事都知道 服装 道具 呃 连剧本的内容 都要去更新 等等等等 那我常常在 排练结束之后 就佳乐当然 排练的时候 就已经在里面帮忙 工作 开始在 开始执行一些事情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就看他 很辛苦很认真的 在开始打剧本 修改剧本 一修有时候 就是到凌晨 一点两点这样子 对 但是 我一直说 你看 那样的工作跟你之前的工作 完成在天壤之边 前面是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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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种感觉 到另外一个工作场域之后 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 好像 呃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啦 你 你绝对是有把自己归零 因为 你没有任何的控制 没有任何的抱怨说 那我为什么要弄那么玩 我为什么要 因为没有空 好 这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 忙碌可以使人 这个 忘记 忘记很多的 痛苦这样 对对对 你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那样的一个 一个点 因为 其实非常不适应 那时候非常不适应 可是 呃 可是好险有做心理准备 对 然后 然后也刚好就是 呃 看得到一些东西 它是需要被完成 可是 那一堆东西 需要被你完成 需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你也没有空可以思考太多 就是 赶快先把 先把眼前的东西 赶快赶出来 赶快做出来 对 就是这些比较重要 所以 就还好 没有太多时间 在那种 啊 我好痛苦啊 我以前是怎么样 我现在怎么样 啊不行啊 然后你可能是贴在墙壁上哭 就也没有 所以我这时候感觉 你应该是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 就是说 那我既然已经要转换跑道了 就是我既然 或是说我既然来 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我已经接了这一个工作 就要把它完成 对对对 因为很多其实 在我们的 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 道具团来当排序的 很多林郑脱逃的 真的吗 当然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可以当成一个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林郑脱逃的四个字 对对对 所以我说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我只是要捐款钱 哈哈哈 可是没有 找不到款 因为很多很多 我遇过很多的排序助理 他有时候不适应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有一个理由 说啊 因为家里有事情 我真的没办法再工作下去 我虽然很喜欢 做排序助理这个工作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这是好理由欸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理由 而且你绝对能够让他 能够脱身的 对对对 但是你却没有运用 这样的一个借口或理由 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 哇 加了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认真负责 在工作上面的 而且我真的没有听到 你在做任何的抱怨 因为有时候觉得说 那为什么当中 你也没有讲得很仔细 或很清楚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好多事情要你去帮忙 要你去处理 但是你都一一的 让他完成完成完成 也没有 这有没有是你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就是说比方说 你就觉得要坚持 或者是 我觉得要坚持欸 对 我觉得很多事情 在坚持之后的过失 都是非常美好 对 可是我当然还知道 我在讲有点 就在说真的没空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你最多的 哈哈哈哈 所以对我想说 欸那 所以我刚才在怀疑 那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 欸那我还是回去交课好了 这个 这个当作兴趣就可以了 我就是 欸不会欸 对啊 我觉得在这边 我真的有学到东西 嗯 所以我才会下一档戏 又是排出 对 可是 可是当当下 其实啊 在那个白蛇传的时候 对 其实有 因为我那个时候 才经历到什么 叫做没有睡觉 啊 工作到没睡觉 之前完全不用担心 这种东西 对 而且我只要 准备好我的课 去一个小时上完 拍拍屁股走 好像是熟练的 对 不用准 不用做任何的交代 还不用写记录什么 都不用 这是什么啊 对 首先我要跟很多人 抱抱我在做什么事情 对 不然好像 我好像没有在做事情 我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 嗯 对 然后实在是太夸张了 然后 其实我心里有murmur说 这是排出这种当晚 好好休息一下 不要不要 下次再好好考虑一下 不要再当排出了 嗯 那是当下 当下有这个念头 可是 就是这一次做完 就 先不要再做了 这好恐怖喔 这样子 对啊 就我试试难预料 所以我觉得 其实加勒也是一个 很很乐观 很乐观的一个女孩 就是说 你面对 你看这种很 庞杂的事情 在做的时候 然后又是你不熟悉的 但是你却 就像你刚才讲 你坚持 去把它做完 做好 然后再去思考说 那 好吧 这个党系做完之后 要不要真的再 以后 再从事这个行业 或者是相关的工作 再来去思考 所以 对 你的那样的一个 意念 让你能够去完成它 那也可以感受到 整个 那个制作的完成 嗯 或是在当下 你获得的快乐 嗯 其实整个结束之后啊 真的是非常 无比 开心 首先 结束了 然后你通过了 你度过了这样子 然后你完成了 对 然后你又是 这一部戏里面 一个角色 对 就是 是一个牌柱的角色 然后又跟大家一起 这样巡回 其实 真的 真的坚持过后 都会是很棒 有时候 之前啊 我们在那个 有时候俱乐部会开会 然后上面 我记得有一位 有一位长官 他就跟我们分享 他就 他有小小分享说 因为公司新开 然后我接到了这个位子 我发现这个位子 有点鸟 因为很多事情要 处理 他等于是 一直在收摊子 嗯 可是因为我接了 所以我就会 好好把它做好 嗯 那我 我如果不做了 我就 他说他会把它 我们都听得出来 他不太想做 对 因为他缓了很多东西 处理完 告一段落再离开之类的 对 他说不管我下一批 会不会再留下来 可是我会 我这一批 我都会好好做 因为我好好做完 我好好交给 下一个人 这个是 这才会造成一个好的循环 哦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他讲这个很大气 对 因为我觉得不管说 我们当下现在遇到什么状况 你就是要往好的方面想 嗯 你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嗯 那不管说 这个状况多糟 然后里面有什么 什么因素是 不可被解决 就是不成文规定 很烂 可是你就是要做对的事情 不管你说 这件事做下去有多么辛苦 嗯 对 你就是要把它这样做下去 然后结束了 你就断 你就是再再切断 嗯 可是事后人家 再回来看事情 他们会觉得 欸 这样做才是对的 嗯 那其实你获得了更多 哦 所以其实 那一位长辈的一番话 其实有让你在 留在脑海中一个一个 呃 也算是自我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期许或是激励自己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话 而且要要真的去实践他 嗯 对啊 我就觉得这长辈很棒 OK 好 那我们稍后呢 再休息一下 来继续听听佳乐 诶 怎么样继续从他的演出工作 好